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国际贸易政策 那国际贸易政策这一部分呢 特别偏向于宏观经济 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 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呢 可能你要去回忆一下 我们在中级的这个经济师里面 我们所学到的经济基础 对吧 这里面呢会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所以大家要去关注一下 那当然了 你其实即便是没有这样的基础 我也尽可能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讲得更加透彻一点 所以就是我考虑到很多的人 确实中级经济师早都已经忘干净了 对吧 可能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对这些内容如何去把握呢 首先我们说关税 大家都知道 关税呢就是对于流入或者流出某一国的商品 增收的税收 这个叫做关税 对吧 如果是进口的 我们叫进口关税 如果对出口征收 那属于出口关税 一般来说呢 我们说进口关税相对比较多 如果是鼓励出口 那么就会降低关税 但是如果是限制出口呢 就会增加关税 所以呢我们的关税包括进口关税 出口关税 还有一些呢会存在过境关税 我直接过境 我是从中国过境以后 然后呢再到越南 那这种叫过境关税 那按照征收的目的呢 我们可以分为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 财政关税呢主要是提高财政收入 我就是为了获得税收的 而保护关税呢就是纯粹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 比方说特朗普给我们中国的产品 对吧打贸易战的时候 加征的这一部分关税 那加征的这些就是属于保护关税 对吧 它不是来自于说对财政收入增加的这种需求 而纯粹是为了打压中国企业的出口 这是保护关税 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家要理解的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点郁闷对吧 这个东西呢就是属于我们的宏观经济学里面的这样一些内容 那其实它在谈什么呢 在谈关税的经济效应 就是对一个国家来说 我征收了关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从一个贸易小国征收进口关税来去进行分析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一点一点的来 看看你能不能够听懂啊 因为这个图片呢略微的它有一点点偏向啊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把这个稍微的改一下 好 其实呢大家最讨厌的就是这里面大量的英文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英文呢就把它改成中文好了 P我们把它改成价格 Q呢把它改成产量 然后S呢代表的是供给 供给曲线 而这个地方的D呢代表的是需求曲线 好 这地方的PW代表的是原有的价格 而这地方的PT呢代表的是含税价格 含关税价格 好 而这个地方的Q1Q3Q4Q2 那就基本上是在不同时间节点下 那我们的需求量或者是供给量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供给曲线 它一定指的是国内的供给曲线 对吧 就是指本国的供给曲线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加征进口关税 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够来抑制进口 然后呢 是不是能够促进国内供给 促进国内生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想想啊 美国给中国加征进口关税 目的是不是就是抑制中国的生产 然后呢 增加本国美国的制造业的生产 对吧 它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业回流美国 好 那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原来本来这个产品的价格呀 卖到了原价 假设是10块钱 现在呢 美国呢 给他增加了这么一个关税啊 增加了关税 增加了25%的关税 卖到12.5元 卖到12.5元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强调是贸易小国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它的就是它的这量 对于整个全世界的量呢 不会产生影响 别人不会因为你的关税的增加 然后我降价 对不对 比如说啊 比如说原来呢 我卖给你 出口给你10块钱 现在你给我加征25%的关税 那因为我特别不想要失去你这个国家 那我就会怎么样 我就会主动降价 让你老百姓拿到的呢 还是10块钱 对不对 那损失这个关税由谁承担了 是不是出口国的企业承担了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称作是贸易小国 就意味着出口国企业不承担这个东西 所有的一切都是体现在进口国的价格上面 对吧 所以增加了25%的关税 那就意味着这25%的价格都要由进口国的老百姓去承担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价格呢 就直接上涨到了12块5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 对不对 供给曲线是什么样的 是斜向上的 为什么 因为当我的价格升高 是不是供给量就会增加呀 对吧 这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而如果价格升高了 是不是需求量消费者的购买量就会减少啊 所以供给曲线斜向上 需求曲线斜向下 这是我们基础 就是经济学基础里面 学我们宏观经济 大家应该已经学过的内容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逻辑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 原来的供给在哪呢 是不是 是在这一条线上的 有我们的价格 原价和我们供给曲线 它之间的这个焦点 所以呢 这个QE 我把它改成是原供给 我写成原供啊 那现在的价格涨到了 含关税价格 是不是就涨到这个位置 那由此得到的新的供给呢 是不是就是Q3 所以就是新供 好 所以大家看 是不是我们的供给 是从QE增加到了Q3 而对于生产企业来说 它的收入 是不是就增加了这一部分呢 对吧 生产企业的收入增加了小B 这一个面积 对不对 它原来是 原来是收的这一部分 原来是收的这一部分 然后现在呢 收的这一部分 它增加了小A加小B的 这么一个面积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理解 好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需求 需求原来在哪呢 原来是不是 如果按照原价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原需 当价格上升以后 需求会怎么样 需求是不是会下降 所以呢 这叫新需 心里边有点需 新需 好 所以需求呢 降低到从Q2 降到Q4 而供给呢 从Q1涨到Q3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大家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 整体的情况 对不对 好 那增加的关税 是哪个部分呢 其实 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的进口的部分 才会增加关税 对吧 那进口哪一部分呢 大家看 你原来呀 需求在Q2 供给呢 在Q1 那我有Q2的需求 那我有Q2的需求 比如说是100的需求 但是现在呢 你只能给我10个的供给 那是不是90 中间的90 都需要怎么样 都需要我来进口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哎 我的需求下降 比如说降到了80 而我的供给呢 涨到了30 那所以呢 其实我的进口只有50 对不对 所以关税的增加是哪一部分呢 是这中间 是不是现有的进口 但是这一部分的进口 剩余的这一部分的进口呢 哎 我是不是增加了一部分的关税呀 对吧 这就是我的关税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小C的面积 相当于是我们的关税 对吧 小C的面积 相当于是我们的关税 好 这个逻辑大家看懂了吧 这就是这一张图的意思 对吧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什么 当我增加关税以后 会促进 会促进国内生产的产量 对吧 会抑制国内的需求 会提高国家的关税的税收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好 所以它有利于谁的 它是有利于我们的生产者的 不利于谁呢 不利于消费者 对不对 为什么不利于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多花钱了呀 它原来我拿这么多 它只花这些钱 但现在呢 我少需求了 但是我反而要花这些钱 是不是其实消费者是有损失的 对吧 他承担了关税的部分 承担了价格的上涨 对吧 所以消费者是多花钱的 消费者是损失的 但是呢 生产者呢 是获得好处的一方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关税 如果加征关税 会产生哪些效应呢 总共六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 就是可以达到生产效应 或者叫保护效应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价格涨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国内的生产企业来说 是不是就有生产的意愿了呀 所以本国的生产会增加 这个我不用再用图 大家是不是也能够理解了 对吧 好 第二个消费效应 消费效应就意味着 因为价格上涨了 增加了关税了 需求会怎么样 增加还是减少 是不是抑制需求啊 对吧 所以需求减少 第三税收 我无论怎么样 我增加了税收 是不是我税收都是会增加的呀 对吧 好 第四贸易效应 当我有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就是 就就是变化了以后 刚才我们说 进口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啊 是不是原来Q1到Q2 这一部分是进口 现在呢 只有Q3到Q4 这一部分是进口 所以进口是不是就在减少 所以增加关税 抑制进口 对吧 好 还有呢 国际收支效应 那因为你的进口下降了 那进口下降了以后 是不是就节约了我需要的外汇支出啊 因为其实你进口是要花外汇的嘛 对吧 所以呢 节约了外汇支出 第六个呢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 我们刚才说 谁亏了呀 是不是消费者亏了 国家也没亏 国内生产企业也没亏 但是呢 消费者亏了 所以呢 这就是贸易保护所带来的代价 对吧 哎 现在其实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拜登政府啊 拜登政府呢 在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什么呢 想要取消对华关税 取消以前加征的对华关税 那为什么拜登政府这么好心 想要取消加征在中国头上的对华关税呢 原因是因为现在美国的CPI 已经高达一直高达8%以上 对吧 达到8.1% 也就是说美国的物价在不断的上涨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如果加征关税 继续加征关税 就意味着来自于中国 本来非常便宜的一些商品 结果呢 跑到美国去以后 消费者要多付出20%以上的代价 所以这其实推高了CPI 对吧 那如果是他取消这一部分的关税 是不是消费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所以特朗普加征关税 让美国的这些制造业企业获得了好处 但是呢 让消费者买单 从而推高了CPI 是不是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呀 所以其实大家要记这个东西 那个图只是帮助大家去理解 你也不用像教材一样 一个一个的去画清楚 啊 这到底是哪一块 是A还是B 还是ABCD 不用 因为考试他不会这么考 你只需要看明白 这个图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在告诉我们 就是 这哪些东西在增加 哪些东西在减少 对吧 你把道理能够说得清楚 你能够 如考试 也有可能他会画出这个图 对不对 他画出这个图 你能看得明白 能说得明白就行了 但是逻辑就是 对于我们 就是如果是加征了关税 我们从三个角色 对吧 从 从生产者的角度 那保护了生产 从国家的角度 增加了税收 从消费者的角度 减制了消费 对吧 从进口的角度 降低了进口 从而呢 降低了外汇支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呢 消费者的剩余价值 减小了 对不对 因为消费者 消费者在这时候 多付出了钱 我少拿了东西 反而我还多付了钱 你说找谁说理去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懂了呀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 就是用经济学 他其实就用这种 简单的图形 让我们快速的理解这件事情 对吧 我们再来记一遍 就是从生产者的角度 从生产者的角度 显然是提升生产 对吧 提升生产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 是抑制消费 从关税 从税收的角度 从国家税收的角度 那么是增加税收 从进口的角度 或者是从贸易的角度 是降低进口 从外汇开支的角度 那么是减少开支 然后从我们的社会福利的角度 是怎么样 是消费者 是不是消费者买单呢 对吧 消费者胜余 虽然消费者的消费 已经被抑制了 但是呢 它的价值获得的价值反而在缩小 所以我给大家举的例子是什么呀 是美国 因为特朗普加州关税的政策 引起了 当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 对吧 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引起了CPI的上涨 那他就希望能够通过取消关税 然后呢 来刺激 他的这个本国的物价能够下降 对吧 这一点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懂了呀 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这是新增的内容 我觉得考的概率非常的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呢 其实包括美国 他实际上也在实行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不仅仅是在增加一些关税 他还对其他的一些一些角度 然后呢 就是我限制你进口 对吧 比如说你进口的时候 我给你用一些比如一些比较严苛的标准 那这种标准实际上他的目的不是说啊 我要让你提高质量进来 而是希望你就少进来或者不进来 对不对 所以对有些东西加征一些关税 这是一种手段 那还有一些东西呢 他可能直接用行政法规性的措施 来去抑制你的进口 这叫做非关税壁垒 那非关税壁垒他所达到的效果 当然就是非常直接的限制了进口 对吧 所以呢 就使得进口的数量是不是就减少 那进口数量减少了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 数量少了 那他的价格也会上升 为什么 供求关系吗 对不对 你看虽然我的价格 原来价格不变 我的这个 我把这个擦掉啊 那大家看虽然我的价格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我让你进口少了 你的需求在这个地方 我的供给在这个地方 我的价格不变 需求和供给都还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达到一个平衡啊 对吧 你的需求要被满足啊 如果需求要被满足 现在呢 我的进口的部分只有这么多 那剩余的这些部分 是不是就要由国内的产品来填补 那国内的产品来填补 怎么才能够让国内的生产商愿意去填补呢 你不能行政命令啊 对不对 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价格被动的要提高 要提高到这儿 国内的生产者呢 才愿意去进行生产 对吧 那国内的当你的价格提高了 国内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就只愿意买这么多了 是不是 所以虽然我没有增加税收 不是因为税收增加的 而是因为供求要平衡 供求要平衡 所以必须让价格增加 这一部分的价格增加 是因为供需的不均衡导致的增加 并不是关税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是因为价格引起 它的供给量变化 一个呢 是因为我的供给量先出现了变化 从而推动价格上涨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所以当然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一样会受到损失 跟刚才那个图一样 只不过不是关税 而是因为国内的这个供给 它必须要增加来满足 因为进口不足而导致了这一部分缺口 好 那非关税壁垒对于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这里面逻辑道理很简单 一个是数量 如果限制进口的数量越大 是不是价格上涨就越大呀 对吧 那你完全不让进口了 你看 如果我们刚才这个图完全不让进口 意味着这一部分的进口都没了 全部要由国内来填补 那它的价格得提到哪 是不是得提到这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哎 价格上涨是不是就非常的厉害 当然如果到这的话 消费者的需求是不是就到这了 所以它可能会在中间呢 哎 达成一个平衡 对吧 就是价格呢 也会涨得比较猛 但是没有那么猛 好 所以你的限制越多 那么就意味着价格上涨越重 对吧 好 那么非关税壁垒引起的第二个变化 那就是进口的国内的需求价格弹性 跟它的关系 什么叫做需求价格弹性 弹性其实指的就是 哎 一个因素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因素会变多少 所以需求价格弹性呢 是需求变化的百分比 需求变化的百分比 除以价格变化的百分比 那需求价格弹性大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如果价格变化一点点 对吧 价格增加个百分之十 需求一下子就价降百分之七十 这是不是就说明它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快速的 只要价格上涨一点 快速的抑制需求 那它的价格上涨幅度还会大吗 就不会大了 对不对 就不会大了 就像这一图 如果我的需求价格弹性大 这样 那一旦价格上涨一点 马上我的需求 应该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 如果价格上涨一点 马上我的需求 比如说就从这儿 一直呢 上涨到这儿的话 那么立马就已经变到了 原来呢 在这个位置啊 价格在这个位置 需求在这儿 然后呢 就可以降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下降的这么厉害的话 各位想想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的价格来说 你就不可能快速的上涨 对不对 所以需求价格弹性 那如果是越大的话 那它的价格呢 变动幅度 上涨幅度就越小 那如果是供给弹性越大 所以说供给弹性越大 就指的是价格上涨一点 供给是不是增加呀 对吧 供给大幅度增加 那显然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价格上涨的幅度 也会越小啊 因为你供给大幅度的增加了 就意味着是不是供给增加 价格向低呀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都是弹性越大 使得我们的就是变化快速的会反映出来 所以价格呢 就会因为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就变动没有那么的剧烈 对不对 所以大家来回忆一下啊 我们说如果是限制量越大 价格涨幅就越大 如果是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越大 就意味着我的上涨幅度呢 就越小 对吧 这两个逻辑大家要听懂 好 第三呢 我们再来说出口的鼓励政策 出口鼓励 就像我们国家 其实前面很多年 我们一直都是在鼓励出口的 对吧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型的 所以包括给出口一些补贴 或者呢 做清销 或者给出口呢 更多的信贷额度 或者是去做国家担保 对吧 如果是出口 我就给你做国家担保 让你更容易拿到这样的一个信贷 还有呢 出口做价格支持 这些呢 都是属于出口的鼓励政策 那出口的鼓励政策 比如说补贴 补贴呢 可以通过退税 或者是减税 对吧 我们国家就出口退税 出口减税 或者呢 退还进口税 或者免征出口税 对吧 其实就是退 其他税 对吧 退税 还有呢 是免税 退税是已经征的 已经征到国内的其他税 或者进口税 我去给你退税 因为你有些原材料 可能是进口的 对不对 那原材料进口 然后生产出产品要出口 那我就把你进口的那一部分税 给你退给你 这就是出口的退税 退国内税 或者退进口税 或者直接免征出口税 对吧 直接免税 那么出口鼓励政策 它带来的经济效果 显然它是会增加出口企业 对吧 增加出口企业的收入 好 各位 增加出口企业的收入之后 那么往往呢 就有可能 因为出口的价格是不是高 出口的价格高了 收入多了 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你说他愿意做出口产品 还是愿意做进口产品 就国内产品 是不是他就只喜欢打国外市场 不喜欢打国内市场 对吧 有些我们什么出口转内销 就国外的市场剩余的部分 我卖到国内市场 但我只做出口 是不是有很多的企业当年就是 只做外贸订单了 对吧 那如果他只做外贸订单 就使得他的口味被养雕了以后 那他在卖到国内的价格 是不是也要同样的上升 否则的话 我干嘛要在国内做呢 我直接出口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会使得出口的这样鼓励政策 也会使得国内的价格提高 还有呢 生产者的剩余会增加 是不是还是有利于生产 然后呢 不利于消费 为什么因为消费者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啊 还有政府用于支出给出口补贴的支出呢 会增加 所以总体的福利也是净损失 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图 你看这就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这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呢 首先它的价格就在这个位置了 它是在国内的平衡价格的上方 对吧 就是定价是在国内的平衡价格的上方 本身价格呢 相对就比较高 那本身价格相对就比较高 那你还给它增加了出口的补贴 对不对 所以价格呢 就涨到了这个地方 是国内的价格就会增加呀 对吧 好 国内的价格增加 那消费者呢 是进一步的他的消费被抑制 而生产者呢 是进一步的生产被这个增加 对吧 所以对生产者而言 他原来呢 本来生产这么多就好了 现在呢 他要生产这么多 他是不是大量的获得了增加的收入啊 对吧 所以生产者呢 就获得了更多 但是消费者呢 原来他本来是需求这么多 花这些钱 现在呢 他需求这么多 但要花这些钱 是不是对消费者而言 他是不是产生了损失 而国家呢 国家其实这中间这一块 都是国家给企业带来的补贴 对吧 给企业支付的补贴 因为本来原来呢 哎 你的这个 就原来呢 其实你只是在这一块 国家不用花任何的钱 对吧 但是这一部分呢 大量的都是由国家带动起来的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的出口的补贴政策 那么他是什么 有利于生产者 不利于消费者 而社会的总体的福利呢 他的水平实在降低 对吧 这就是他的关系 所以大家大致的能够理解 他的关系就可以了 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出口关税 或进口关税 他的效用 大家通过逻辑 把这个效用去记住 一定通过逻辑 不要去死 基因被大还是小 对吧 把逻辑记住 我觉得这是 今年非常有可能考到的一个点 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国际贸易实务 那国际贸易实务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他其实考试重要程度 没有那么高啊 因为他太偏实操 那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呢 大致的有一个了解就可以 那国际贸易实务 其实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他总而言之还是一个贸易 对吧 所以贸易呢 从他整体的磋商过程 交易 包括这么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寻盘 寻盘 那当然就指的是 我们的这个买方 去向各个卖方去进行寻价 对吧 寻盘 然后是发盘 也就是卖方呢 能够去给到一个价格 然后还盘呢 就是一个讨价 还价的过程 最后呢 就接受了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最最重要的是 卖方发盘 和买方接受 因为一旦买方接受 就意味着合同成立了 发盘 其实就是一个 要约的一个过程 就是要约的过程 所以所谓的要约 就是由买方向卖方 发出自己的 这么一个信息的邀请 对吧 哎 我给你发出 你愿意接受 那我们合同就成立 你不愿意接受呢 你就不要搭理我 所以我们重点在于 发盘和接受 发盘又称报盘和报价 在法律上呢 就是一种要约行为 它提出各种交易的条件 并按照说 就是所谓的要约 它和打广告不一样 大家要知道 要约指的是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手伸出来了 对吧 只要你愿意接受 咱们就牵手 我没有反悔的余地 我不能说我把手伸出来了 你刚要接 我抽回来了 所以要约指的是 只要我伸手 就表明我愿意你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做发盘啊 发盘是表明 已经给到一个要约 只看对方同不同意 而接受呢 当然就指的是 对方去做承诺 对吧 就是买方 或者卖方 只要他同意了 那么他这个时候呢 就表明合同就成立了 所以发盘 他只是 当然这里面的发盘 他也可以是买方发盘 一般是卖方发盘 那也可以是买方发盘 就发盘呢 就是我买方 我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 去购买这个产品 如果你愿意卖给我 你表示接受 也可以 对吧 所以发盘 既可以是卖方 也可以是买方 那接受呢 当然就是另外一方 对吧 一旦是一金送达 就意味着合同成立 这是第一个 发盘和接受 其实这一部分 主要都是一些专业术语 然后接下来呢 接受了以后 就签合同了 对吧 就合同生效 就签合同 然后我们有一些 国际贸易的术语 国际贸易的术语 那这些国际贸易的术语呢 就才给了很多的报价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整那么多 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四个 FOB加 FAS加 CFA CFR 还有呢 CIF 这四种模式 大家先把它的英文 搞清楚 会好一点 FOB代表什么呢 它的英文代表的是 Free Onboard Free就是卸货 对吧 卸货 Onboard呢 就是在船前上 甲板上 这叫board 所以Free Onboard 就叫做 船上交货 船上交货 翻译成中文 就是船上交货 好 FAS 这里的F 也代表free 也是卸货的意思 然后呢 A呢 是alongside 那这里的S呢 代表的是ship 所以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哪卸货呢 Alongside ship 就是在船的边上就卸货 所以我们也叫船前交货 一般呢 如果是这种 像粮食啊 或者是煤炭啊 这种初级产品 它一般都是不负责 装上船只的 所以呢 都是用的船前交货 好 CFR 这里的CFR 其实是两个单词 C是一个单词 F2是一个单词 C是cost 成本 然后F2呢 代表的是flight flight代表的是运费 所以呢 它代表的是成本加运费 然后最后CIF 这里就代表了三个单词了 C是cost I呢 代表的是insurance 然后最后的F也代表flight 也就是说它是成本加运费 再加保险费 那其实它这些东西都代表了什么呢 都代表了一个卖方的付出 是卖方的付出 所以你只要记住了这一点 它是一个卖方的付出 就意味着FOB代表的是卖方把货装上船 FAS代表的是卖方把货放到船的前面 CFR代表的是卖方来整体支付成本和运费 CIF代表的是卖方来整体支付成本运费和保险费 然后买方呢 把这些都要一并给到卖方 所以它代表的是卖方的责任 所以他们的交货地点呢 这四个都是交货都是在港口啊 都是在装运港港口 但是呢 风险转移 只有FAS 它是在船边 对吧 along side ship嘛 是在船边 其他的呢 都是要装上船 其他的都是要装上船 所以CFR和CIF呢 它其实是FOB的模式下 它的这个钱 对吧 在装上船的模式下 然后呢 卖方到底要不要去支付运费 对吧 CFR代表卖方要支付运费 CIF呢 代表卖方连运费和保险费都要付 买方呢 就打包 把这些钱付给卖方 好 所以风险转移 只有FAS 它是在船边 别的都是在船上 而在签订合同 及运费的支付 那我们说了运费 是不是CFR和CIF都包含运费啊 所以呢 这后面两个是卖方要付运费的 但是前面FOB和FAS呢 都是指示买方来去付运费 而卖方呢 只是负责就放到船上 或者船前就完事了 对吧 好 还有呢 保险责任 显然保险费里面提到 卖方付保险费的 是不是只有CIF 因为CIF的I代表保险 所以只有CIF模式 使卖方承担保险费 别的呢 都是买方自己来付保险费 对吧 好 然后出口曝光的责任 都是卖方 进口曝光的责任 都是买方 一般呢 它都是水运啊 不管是海运 还是内核水运 都是水运的方式 好 所以大家理解了 就只要你能够把这几个 英文单词给搞清楚 FOB Free on board FAS Free alongside ship 还有呢 CFR Cos and flight CIF Cos and insurance and flight 所以这里面就是 大家可能英文不一定说 每一个人都那么好 但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你当然你能记住 你就把它给记住 对吧 因为好理解 它代表了卖方承担的责任 所以你看见它 你马上就知道 哦 卖方承担的是 这几项 对吧 成本 然后保险 然后运费 成本 运费 到船上 然后到船钱 是不是一看就明确了呀 对吧 英文人家这个简称 就是英文单词来的 所以你用英文单词 你其实就很容易理解它的意思 你要是没有英文单词呢 你就不太理解它的意思 毕竟考试它有可能 给你的是这个字母 对吧 你看就很晕 好 这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然后呢 我们再说合同的旅行 那你看这里面就谈到了 在我们国家的出口交易当中呢 我们一般采用CIF CIF的方式 也就是说 由我们作为卖方 对吧 这个时候是我们作为卖方 那我们作为卖方 我们是去付了运费 保险费和成本 对吧 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交 而在我们国家进口的过程中呢 别人往往不太管 所以呢 别人就只是运到船上 然后剩下的运费保险费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 在出口的时候 我们做的更多 进口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更少 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式 好 采用的呢 都是信用证的方式 去进行结算 就是用信用证 信用证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代表的是 由银行出具一个信用证 然后呢 代表这些钱呢 我已经帮你收了 对吧 然后 你就可以发货了 它代表这么一个意思 信用证 然后旅行 这一类出口贸易合同呢 一般我们会有催证 审证 改证 然后呢 备货 再报检 然后再租船 还有定船 然后办理保险 报官 因为是不是我们帮别人承担保险费 对吧 所以呢 保险是由我们来 然后租船 定船 因为是我要承担运费 所以定船 租船 也是由我们来 对不对 但是 到了我进口的时候呢 这里面我就是 也是信用证 我也要租船 定船 大家看到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是 是不是对方不管啊 他是FOB 对不对 租船 定船 也是我们自己在搞 然后再接受货物 办理货物保险 保险也是我们自己在搞 所以无论是我出口 还是我进口 只要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那么保险和租船 定船 都是我们自己在干 对不对 这个大家理解啊 所以出口我们用CIF 进口我们用FOB 好 然后国际贸易合同的业务环节 其实刚才就已经说到了嘛 对吧 第一个 催证 审证 改证 反正就各种证 先拿到证 然后呢 拿到证以后 我就可以备货了 包括明确货物的数量 还有呢 去做包装 还有刷麦 那这个麦呢 其实就是它叫刷麦头 刷麦头 那一看大家就会感觉到 这绝对不是一个中文词 对不对 但其实我 我觉得它应该是从香港来的 因为呢 它是 MAC 头 那我觉得应该是像粤语的那种 MAC 就是MAC翻译成MAC 我们中文翻译 就是大陆地区翻译成马克嘛 对不对 所以它刷麦头 所以很有可能是从香港来的 所以刷麦头 麦头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箱子上面 我最后要那个列出来这几项 对吧 就像我们的信分一样的 我的地点啊 然后呢 货物的数量啊 然后到达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这些东西都要刷在上面 在箱子上刷上 这个就是MAC 对吧 MAC就是做标记嘛 所以刷麦就是刷上标记 好 然后再报检 因为我们出口货物 是不是包括进口货物 实际上都应该要去报关 对吧 特别是出口呢 我也要做一些出口的检验检疫 符合当地的这个要求 然后完了以后 我就要开始租船了 租完船呢 我还要自己办保险 对吧 然后就报关 报关完了以后 就再来去做结会 置单结会 这就结会就已经就是最后付钱了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 这一章呢 我们就说完了啊 我们最后来看一道题目 大致感受一下 好 他说小米公司成立于10年4月6号 是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的公司 相信客户就是驱动力 为燃烧而生 是小米的产品理念 那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科技的乐趣 是小米公司的愿景 小米公司呢 也首创了用互联网开发模式 开发产品的这样一个模式 用极客精神做产品 用互联网模式 干掉中间环节 致力于让全球每个人 都能够享用来自中国的 优质的科技产品 在中国市场饱和的情况之下 从小米开始国际之路 然后呢 进入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等市场 并且逐步拓展了很多地区和国家 然后小米呢 在印度建立此公司 进入到了印度市场 印度市场的情况 也类似于多年以前的中国 基数大 智能手机用户不高 用户呢 有需求功能多样的智能手机 市场空间大 小米呢 通过在印度建此公司的方式 有利于立足于印度的国内生产 然后避开较高的进口税 而印度的人工成本不高 目前呢 在印度有六个工厂 一所研发中心 然后 针对新加坡呢 小米市建立了销售和售后服务平台 专门宣传小米和销售小米 而小米的手机呢 从国内进口 这样呢 既可以拿到出口的补贴 以减少成本 而且呢 国内生产手机成本也比较低 这样呢 在新加坡投资并不大 如果遇到危机呢 可以安全退出新加坡市场 加大宣传力度 20年小米国际业务已经进入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七个国家排名第一 中国网科技22年3月22号 小米公布了 它的业绩报告 就表明了 它的这些业绩报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我们看到 它在印度走的是直接投资子公司的模式 对吧 然后呢 在新加坡呢 它恰恰走的是出口模式 而且它走的是直接出口 对吧 自己建立当地的销售平台 好 所以第一个 减数小米在印度建立子公司 那么为什么小米要建子公司 我们知道子公司的好处就是 它独立便于开展业务 对吧 对母公司的影响也比较小 它可以独享 它的税收的利益 避税的利益 所以有利于开展业务 比较便利 可以创造性的经营 有利于收回投资 而且呢 可以合法的去经营避税 第二个呢 它说小米进入新加坡 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 有什么优势 它在新加坡用的是直接出口模式 对吧 用的是直接出口 并不是间接出口 然后直接出口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说直接出口 它是不是可以让生产放在国内 对吧 所以可以增加国内的生产 而且呢 增加外汇收入 另外呢 从小米企业的角度来说 它是不是也可以快速的提高销售量 还有它的利润率啊 对吧 这就是它的好处 好 那这一章 第十一章 我们说 今年考的概率非常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 那它的核心内容和考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跨国公司 我们要知道 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组织形式 法律上的组织形式呢 就是母公司 分公司 子公司 对吧 这也多写了一个 然后呢 在管理组织上呢 我们有国际业务部 全球产品结构 还有地区结构 职能结构 混合和矩阵式 实际上现在的企业呢 多采用后面两种 但是前面呢 它的基本概念 你是要知道的 好 然后再说 进入到国际市场的模式 主要有出口 许可模式 还有国际直接投资 这三类 对吧 好 特别就是技术转让的 这一部分 是我们新增的 技术转让 包括技术转让 为什么要参与技术转让 有哪些技术转让的策略 以及我们技术保护的一些形式 还有呢 就是国际的税收 对吧 我们说国际会有避税 还有呢 双重征税 对吧 双重征税呢 我们有一些减税的一些手段和方法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国际直接投资 它的形式 以及动机 以及理论 我觉得直接投资 这个部分 整体是很容易出题的 是非常有可能出一道题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它的动机 以及它的这个方式 建立方式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好 当然了 还有就是母国和东道国 分别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会花什么样的成本 我们要知道 然后在国际贸易的理论里面 我们要知道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 这个也是有可能会考到的 还有呢 就是在国际贸易的政策里面 关税 非关税和鼓励出口 到底有什么样的 它的这个 就是意义 对吧 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生产 但是呢 抑制了消费 那这些东西呢 它的分析 大家是要理解 所以这两个我也觉得 考试考的概率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它偏理论 偏应用 对吧 这些理论都是能够应用于 去解释我们的一些现象和操作的 最后呢 就是国际贸易实务 我倒觉得国际贸易实务呢 它可能 就是都是一些基本概念 就是可考性没有那么强 好 这就是第十一章 整体而言呢 就是国际直接投资 对吧 国际直接投资 还有呢 就是国际贸易的一些理论 还有国际贸易的政策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重要 考试的概率非常大的 跨国公司的一些基本概念 当然你也是要给掌握啊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啊 第十一章的内容 新增的章节 或者说新的大幅度变化的章节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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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